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中元节财运数一数二,中奖概率99%的生效 生效羊,属羊者,工作和财运皆顺遂的时期 工作上得到他人的帮助,从而稳步前进 财运平稳上升,投资者可利用闲鱼资金 进行适当的投资,只要不过于贪心 且细心分析市场,可获得丰厚的收益 虽然在上个月的工作运势方面很强势 但在这个月里,属羊人的工作运势依旧很强势 财运也是这样,本月你财运数一数二 尤其善于理财,懂得合理结醒 对投资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进账也不少 不过外出时要注意锁好门窗 以防小偷光临 至于偏财运也很旺盛 中投奖几率高达85% 对于想进一步催旺财运的人 今年可在办公桌或者床头柜 摆放一个首路七星台摆件 以催旺全年的财运调和 才为风水流通顺畅 使得蜀年财源广进 红韵大发 生肖猴生肖猴对自己 心中的直觉十分自信 本就智慧出众的他们 认准了某件事就会以 最好的结果来完成 赚钱也是如此 不做莫把握之事 一做就是飞黄腾达 中原节前天使 转为目望圣属猴 人属金 所以金刻目意在百读不清 中原节前钱财不漏 属猴人财运大好 财运数一数二 天财运极度旺盛 中投奖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有钱花 有钱数 就他们最不缺钱花 生肖猪从来都是个随和的人 对自己的运气很有自信 随性处事 随心待人 却也从不得罪 从无错漏 算是傻人有傻福 他们在中原节前 运势开始好转 生财之运 财运数一数二的旺盛 尤其是偏财运 中投奖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缺钱花的窘境有所好转 钱财不漏 贾业不弱 受金鱼心加持 没有缺钱花的日子 数住钱偷住乐 生活乐淘淘 生肖数生肖数过日子 是精打细算的 性格上总有其精妙之处 八面玲珑却智慧过人 还特别稀采 因此生意上 多半能够财运广进 不缺钱也不缺机会 中原节前数数人 一来生财 二来逢兄化吉 财运数一数二 偏财如圆泉般四面而来 中投奖几率百分之九十 曾经缺钱 今时也不同往日 注定天天不缺钱 生肖蛇 都说生肖蛇 是个比较狠的人 其实他们做事情 并没有他人想象的那么绝情 而是周全 且有人情未知交际道理 人情冷暖 所以鼠蛇人从来都不会吃亏 靠人脉致富 中原节前 蛇醒之日 鼠蛇人财运觉醒 天才如圆泉般四面而来 中投奖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缺钱花的日子不复存在 低调的他们 还能留住钱财天数 钱乐生肖 龙的人中原节前 红韵当头 地藏王菩萨点名 重大奖 发横彩 咸鱼大翻身 启示接二连三 生肖龙的人 鸿福齐天 收入越来越多 摆脱困境 得贵人辅佐 必定能够事业步步高升 财门大开 很快就能够过上 富足的生活 假夜兴旺 轻轻松松挣大钱 前途一片美好 生肖兔的人 做事沉稳有加 一生积德行善 乐于助人 中原节前 红韵当头 地藏王菩萨点名 重大奖 发横彩 咸鱼大翻身 好运来了 挡不住 大富大贵 职场的生肖兔的人 收获满满 只要努力 就能收获胜利的果实 生肖兔的人 懂得取舍 做事不怕吃苦 常得财神观照 横财遍地 把握住机会 就能富甲一方 生肖虎的人 尽管生肖虎的运势 气场比较强 但因为早些年 命中总有凶心环绕 所以运势表现并不好 生活过得 也不是那么顺心 还经常遇到破财之灾 中原节前 红韵当头 地藏王菩萨点名 重大奖 发横财 咸鱼大翻身 生肖虎的人 将会入银幕生发之局 轻松迎来横财大运 抓住机会 就能发横财 过富贵日子 生肖蜀的人 早期官路 公无吉星照耀 所以很多人 烦心势多 运势闭塞 中原节前 红韵当头 地藏王菩萨点名 重大奖 发横财 咸鱼大翻身 竖前竖的 何不拢嘴 事业和爱情 都将会发达成功 另一方面 生肖蜀的人 在事业当中 一直靠本事吃饭 自然技艺高强 往后衣食无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财富自然会越累越多 生肖鸡的人 中原节前 红韵当头 地藏王菩萨点名 重大奖 发横财 咸鱼大翻身 生肖鸡的人 没有什么烦心事 得吉星入命来 再加上贵人的辅佐 不管做什么事 都能够有不错的收获 自身的才华 也能够大放一彩 很快就能够得到 领导的器重 未来必定能够升迁高位 很快就能够封官家 绝发家 致富指日可待 中原节 这些生肖 要守好自己运势 且莫因小事 失掉自己的财运 中原节俗称七月半 还有短短几天 马上就要到 今年的七月半 七月半是一年中 阴气最重的时候 十二生肖的运势 在这期间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哪些生肖 在七月半前后 受到的影响最大呢 这些生肖 要如何守好 自己的运势 切莫因小事 而失掉自己的财运呢 中原节 这些生肖 要守好自己运势 切莫因小事 失掉自己的财运 生肖蛇 七月半前后 生肖蛇的朋友 容易遇到些灾祸 最主要的 就是血光与破财 生肖蛇的朋友 尤其要注意 切莫接触 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外出要小心安全问题 与人交往的时候 也要注意 自己的情绪与脾气 不可与人发生争吵 惹来口诀是非 七月半最后能够回家祭祖 得到先人庇佑 从而守住自己的运势 中原节这些生肖 要守好自己运势 切莫因小事 失掉自己的财运 生肖蛇 七月半前后 生肖蛇的运势 一直不是太稳定 这样反复的运势 其实从入秋之后 一直萦绕住生肖羊 大家都知道生肖羊 是一个苦命的生肖 到了七月半 生肖羊容易因为自己的性格 与家人发生争执 尤其是已婚的生肖羊 夫妻之间感情冷到最低点 建议生肖羊 能够与家人好好沟通 家和万事兴 中原节这些生肖 要守好自己运势 切莫因小事 失掉自己的财运 生肖虎 七月半前后 生肖虎在事业方面 运势有所逆转 他们摆脱去年太岁的影响 整个运势变望 即便如此 到了七月半 生肖虎的朋友 还是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压力主要来源于 身体健康方面 生肖属虎的朋友 在之前两个月 急于证明自己工作上 太辛苦会造成身体的透支 从而影响自己的健康问题 建议生肖虎的朋友 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中原节这些生肖 要守好自己运势 切莫因小事 失掉自己的财运 生肖虎七月半前后 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生肖虎 他们本身就是本命年运势不稳 到了七月半本命太岁发威 他们无论是在事业家庭 财运方面都有不小的压力 他们在工作 事业方面会有小人作祟 家庭方面脾气暴躁 与家人争吵 财运方面更是遭遇小破财 建议生肖虎的朋友 遇事冷静 多思考 七月半对于我们 大家来讲静忌多 大家一定注意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天生贵命的六大生肖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过得顺 生来就拥有宝贵生命的六个生肖 正变得越来越富有 越来越繁荣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和人生轨迹 然而 有些人似乎生来 就比其他人更幸运 更成功 这是因为他们属于那些天生 就拥有宝贵生命的星座 这些生肖包括属 龙 蛇 马 鸡和猪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这些生肖的特点 为什么它们能够变得 更加富有 更加繁荣 第一名 生肖鼠 老鼠排在十二生肖之手 天生具有敏锐的 商业头脑和判断力 它们懂得如何抓住机遇 如何用自己的智慧 和努力创造财富 它们是天生的领导者 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 让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 第二名 生肖龙 生肖龙是 天生珍贵生命的代表 它们有助高尚的品质 有追求卓越的精神 它们天生幸运 总是能得到好运的眷顾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总是能够顺利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 第三名 生肖蛇 鼠蛇的人头脑非常聪明 有卓越的智慧 它们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才能 和努力来创造自己的命运 它们不会轻易放弃 总是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总是能够取得成功 生活越来越顺利 第四名 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 有助非常强的生命力和活力 它们热爱自由 追求刺激和冒险 它们是天生的旅行者 热爱探索和体验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始终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第五名 生肖鸡 生肖鸡的人有助 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它们懂得如何抓住机遇 如何用自己的智慧 和努力创造财富 它们是天生的投资者 知道如何分析市场 趋势并最大化投资回报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总是能够取得成功 生活越来越顺利 第六名 生肖鸢 生肖鸢的人头脑非常冷静 性格也没有什么私心 它们喜欢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它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总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总是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 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总之 这些天生就拥有 宝贵生命的生肖鸢 有助独特的品质和特长 它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 来创造自己的命运 在事业和生活中 它们始终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取得成功 享受生活的美好 如果你属于这几个生肖 那么恭喜你 你是一个天生 就拥有宝贵生命的人 那么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